警告警告 检测到有人作弊 好啊 既然敢在考试的时候作弊 到底是谁 快站出来 我们没有 还不承认 那就挨个检查 找不到作弊的人 大家都不许回家 老师 我知道是黑暗魔王 什么 怎么会是我 就是你 你看 你的帽子还在发光呢 啊 是真的 怎么会这样 我知道 黑暗魔王就是用帽子作弊的 不是的 我没有作弊 那你的帽子怎么会发光呢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竟然还敢狡辩 黑暗魔王 你给我出去 等考试结束 我再教训你 出去就出去 反正我就是没有作弊 好了 大家接着考试吧 警告警告 作弊的人还在教室 啊 怎么会这样 难道 黑暗魔王真的没有作弊 那是谁 快站出来 老师 我觉得大宝好奇怪啊 什么 难道你怀疑我 你以前都不戴眼睛的 为什么突然戴眼睛了 熊妹说的对 说不定 这个眼睛就是一台微型电脑 大宝戴上它 就能上网查答案了 小妹贝儿姐姐 你们别胡说 大宝怎么会有这么高科技的东西呢 还是白雪了解我 我是因为玩了太多游戏眼睛近视了 所以才戴眼睛的 是这样吗 我不信 好了 都别吵了 大宝 你先出去吧 等考试结束 我会仔细检查你的眼睛的 一定不会冤枉你 好吧 老师 我们继续考试吧 不行 现在还不能确定大宝球机有没有作弊 所以你们三个也必须接受检查 贝儿 你先来 老师 你检查吧 贝儿 你的世界上画的是什么呀 老师 我知道 这是摩子密码 能用来传递消息 什么 贝儿 你竟然用摩斯密码作弊 老师 这是我随便画的 不是什么摩斯密码 老师 我相信贝儿姐姐 我们都没学过摩斯密码 怎么用它作弊呀 买学术的有道理 贝儿对不起 是我冤枉你了 你知道就好 贝儿没有作弊 通过检查 兄妹 到你了 好的老师 你检查吧 确实没发现可疑的地方 可是 你为什么穿着戴字母的裙子 你不知道三节课考英语吗 我忘记了 这个怎么办 熊妹 别担心 我都带了一件衣服 下课我借给你 白雪 谢谢你 好了 下一个是白雪 老师 你检查吧 我查 很好 白雪也没有作弊 警告警告 作弊的人还在教室 什么 大家都检查过了 怎么还有作弊的人呢 难道 机器出错了 这是谁的实践 没写名字 但是每道题都做对了 是我的 这是我监考的时候做的 我知道了 机器人把老师做的实践 达成多余的实践了 所以才认为有人作弊 原来是这样 看来大家确实都没有作弊 是我弄错了 我要向黑暗魔王和大宝道歉 小朋友们 喜欢这个视频吗 我们下次再见